立法院長韓國瑜在11號 召集協商討論打炸司法 那麼在討論建制通訊 監察系統經費問題時 民眾黨團所提負貸決議 是引發了口角 其中民進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就突然炮口對內 大嗆同黨的立委中嘉賓 一起帶你來聽 這個案子清潰預算要來做雙方 同意才可以編列人 這跟今年明年有什麼關係 他這項預算就請預算法來的 成果法來的 你都說 今天也是討論這個 這個案子不應該處理吧 我們講過不處理 你不要急 你再講什麼話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行政官員 不好意思 我們每次實在會有些激烈 之後會有個 會有美麗的花朵 好不好 好可以看到這個立法院長 韓國瑜也加入調解說 這案子已經不處理了 你不要急 隨後就宣布要協商收席 就是因為中嘉賓說 民眾黨團所提的負貸決議 文字會讓人產生採購案 要向立院說明才可以執行的誤會 那既然黃國昌也同意今年不執行 就不用處理負貸決議 那他也同意相關經費評估 能以中信的方式 到立院司法法治委員會做專案報告 沒想到這樣的說法 就引發科見名不滿 NCC的主秘 老是這樣轉來轉去 他要把不利益全部規則 都要來講最簡單 你就是這種心態 我們整個打炸是整個 團隊多少法一起在弄 他要頂清他的負擔 所以不利益全部規則 剛才大家講說沒有問題 現在又說給他自信 所以NCC 你想要做事也不要做事 他本來在換號碼的時候 他們就會問你這個手機 是不是你有管理規則 是不是你自己在用 因為這個東西 他假如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們看見你們都有查核 你只要把所有 你只要培心所有責任 你腦袋事情都拿他們就好 這個 練習心態可以 我這樣講白了 你們 兩面人在做來做去 我不請你在想什麼 剛才在這裡說可以 沒問題 現在等一下一問 這樣問更方便 黃主委 深呼吸 勇敢 黃主秘 勇敢講出來 請你再說明 就是這樣 這是 柯總召 這樣可以的 也要請 NCC請黃主秘 不用客氣 請直接講 通常會 通常會其實我們每個月 我們的三個居處 大概兩百多個人 我們每一個月 其實我們大概有 有十幾批人 固定的在查核所有的 我們電信通路 通常會其實在這麼有限人力底下 負責通信傳播業務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這我要先跟總召說 要跟總召報告一下 就說我們同仁其實 真的很辛苦 假設主管機關 不能夠證明故意過失 主管機關就不能夠罰人家 第二個 假設如果說假設 他的狀態 責任狀態是屬於過失的話 我們也會啊 著以啊 有著減的這個空間 可以要去規避 可以要去冒名頂替 我們的電信事業啊 似乎啊 就如同總召所說的 似乎啊 似乎確實是有一些 比較加重業者的那個責任 過度克責 克責業者 這武大郎放風箏啊 光看風箏 那個手在哪裡 你到底答案是什麼 我還是聽不太懂 改故意好了 這個手在誰身上 武大郎身上 你到底結論是什麼 請表達意見 好 沒有沒有 你還沒 我們讓NCC主任秘書 直接再表達一次 沒關係 所以沒關係 我們再討論 沒問題的 我是覺得啊 應該在 直接故意當然要負責啦 那那個未必故意的話 我想 已經既然已經到未必故意了 我想 我想在證明程度上 主管就不會 已經不會那麼吃力了 只要我能夠知道 他有知悉的話 會比較好 那這一件 可能就要跟 跟柯總招有一點抱歉 但是沒關係 主民你勇敢講出來 沒問題 我們在討論 沒問題的 所以主民還是希望說 用知悉不從 NCC 謝謝什麼樣的發言 請柯建民總招請 NCC的主民 老是這樣轉來轉去 他要把不利益 全部規則為業者 都要來講最簡單嘛 你就是這種心態嘛 我們整個打炸事 整個國家團隊 多少法一起在弄嘛 他要頂清他的負擔嘛 所以不利益 要全部規則為業者 剛才大家講說沒有問題 現在又說 雅致西 所以 NCC 你是要做事 我做事 他本來在換號碼的時候 他們就會問 你這個手機 是不是你有管理規則 是不是你自己才用 因為這個東西 他假如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看見你們都有查核嘛 你只要把所有 你只要培心所有責任 你腦袋是都抓他們就好 這個NCC心態可以 我這樣講白了 你們 兩面人在做來做去嘛 我還搞不清楚你在想什麼 剛才在這裡說可以 沒問題 現在等一下一問 這樣一問 什麼叫知識 明知嘛 當時叫明知嘛 他 你本來他換手機號碼的時候 他就會要問 會問嘛 你們有另外一個規則 這手機幾個百分幾千萬機 誰 電視業者有辦法抓說 海業長你的手機 另外一支是 你的助理在用 這個不行啦 那電視業者有幫他做到嗎 很難的嘛 但他剛才換手機 有另外一個行為的時候 他會問嘛 都有查核嘛 就盡量是查核而已嘛 你本來說 不利益全部規則到 你們都大家都沒有事 那他們 這個法務部他們 大家都很認真在做事 你是國家隊啊 你是站著看的啊 黃主委 深呼吸 勇敢 黃主秘 勇敢講出來 請你再說明 是這樣子 柯總召 這樣可以的 請請請 NCC請黃主秘 不用客氣 請直接講 中常會其實我們每個月 我們三個居處 大概兩百多個人 我們每一個月 其實我們大概有 有十幾批人 固定的在查核所有的這個 這個電信通路 那我們最近內部 其實也有在考慮 是不是要把我們這些 查核的這些結果 也對外公佈 會讓業者有所 就是有緊張 因為我們確實 我們確實也發現啊 某一些特定地區啊 它的這個 莫名頂替的這個量啊 確實是有一些異常啊 所以我們呢 最近也在考量這些事情 做做必要的資訊公開了 這是一件事情 很容易報告 就是通常會啊 其實啊 在這麼有限人力底下 負責通訊傳播業務啊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這我要先跟總召說 要跟總召報告一下 就說我們同人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第二件事情是啊 當時啊 因為原來啊 在整個的法制上面啊 因為通常啊 對在行政法上面啊 在行政機關啊 通常我們只要要求說 業者你只要做到什麼動作 那我就會認為是OK的 但是你只要沒有做到什麼動作 我就認為你要負起責任 我們啊 就如同次長 法務部次長所說的 通常我們在行政機關裡面啊 不會啊 在構成要件裡面啊 去加上一個叫做 它的主觀狀態 主觀的構成要件是什麼 因為主觀構成要件要來證明上 實際上真的是有一點困難啊 所以通常啊 一般的一般的行政法令裡面啊 不會去就主觀主觀的 做構成要件部分的話 加上一個主觀的構成要件 那而是呢 是在啊 行政法法裡面啊 我們會對就就故意過失啊 第一個假設主觀機關不能夠證明 故意過失主觀機關 就不能夠罰人家 第二個假設如果就假設 他是他的狀態 責任狀態是屬於過失的話 我們也會啊 佐以啊 佐有佐減的這個空間 那同時呢 本來在構成要件裡面 就賦予主觀機關了 你可以在哪一個額度之內啊 那個在一定範圍之內啊 你可以給予適當的裁量 那我們內部其實也訂有裁量 有一個這個 電信管理法違規的裁量表 因為我們大概都有在做 那現在所涉及到就是說 這個案件裡面啊 確實啊 那個那個 如果說假設他是刻意要去啊 刻意要去規避 刻意要去規避 刻意要去冒名頂替 我們的電信事業啊 似乎啊 就如同總召所說的 似乎啊 似乎啊 似乎確實是有一些 比較加重業者的那個責任 過度克責 克責業者 因為因為每一家業者 就是上百萬用戶 他每天的這個移轉 可能量的非常大 你要他這樣主管去做 會比較不適當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是說啊 到啊 警線直接故意啊 把構成要件啊 警線於明知的話 我是覺得說 那個可能我們在 未來在採量上面啊 在在處罰上面啊 主管機關的這個顧慮啊 就會 構成的可能性就會 就會更 就會更低了啦 所以就是說 當然這個可能 可能如果說假設要把它改成 故意也罷 或者是明知也罷 那未來的話 就是我們的這些茶器的動作 其實不會 不會停止 那我們也就是會盡量的 在我們的技巧上面 會能夠 會能夠做到 立法者所要求我們的程度 那以上報告 這武大郎放風箏啊 光看風箏那個手在哪裡 你到底答案是什麼 我還是聽不太懂 改故意啊 這個手在誰身上 武大郎身上 你到底結論是什麼 請表達意見 好 沒有沒有你還沒 我們讓NCC主任秘書 直接再表達一次 沒關係 所以沒有我們再討論 沒問題的 呃我是覺得啊 應該在 直接故意當然要負責啦 那那個未必故意的話 我想已經既然贏到未必故意了 我想我想在證明程度上 主管就已經不會那麼吃力了 只要我能夠知道 他有知悉的話會比較好 那這一件可能就要跟 跟柯總招有一點抱歉 沒關係主委你勇敢講出來 沒問題 我們在討論 沒問題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